Hello 大家好,我是溫哥華地產機器 Danny 今天有一點特別 跟大家看了很久的Townhouse 和新的盤子 pre-sale 今天跟大家看一些現成的盤子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盤子 這個盤子是銀主盤 對,銀主盤 這一期我們都很少看這些特別的盤子 這個是在5033 Chambers 我們現在在Slogan街附近 外面是Kingsway 這裏的Chamber街是一個內街 附近已經製造了許多間 Roll Home、Townhouse 5033 Chambers位於這裏 我們稍後再下車 它會有兩層的Townhouse 三房三廁所 1,100呎 開價是799,000元 是銀主盤 我們快點事不宜遲,馬上去看 這裏會看到有瓦遮頭的地方 這裏是大門口的玄關位置 這裏會有少許的庭園 讓自己放上燒烤、燒烤、排鞋 都可以了 因為這裏不會淋濕 今天下雨也不會淋濕 這裏是5033 Chambers 我進去看那裏 在外面的露台的玄關 進來後 因為內街 根本就不用說是否靜 根本是靜的 這裏是1,100呎 單位三房 一個房間會在後面 兩個房間會在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進來的樓底是一個普通的 八尺半樓底 這裏會有客廳、飯廳和廚房 五臟需少,五臟俱全 這裏可以看到 它用了一個通透的樓梯上去樓上 不會有這麼大的壓迫感 畢竟一層只有500呎 看到它有一個很大的採光窗 看出去就是內街自己的內街 前頭可以停車 沒有限制的可以停車 這裏會看到有一個飯廳的位置 這裏的燈應該是放一個飯桌 接著有一個很小的、很低色的廚房 用了一些爐具 就是電磁爐 一個焗爐加一個樓梯 很棒 這麼小的廚房也有雙星盤 不鏽鋼的雙星盤 有全部燒烤樓 但因為價錢的關係 799萬9,3房 你買這個Townhouse 這個價錢 你買一房 它是現在新的樓盤 所以大家不要嫌它太過 它是真的債才能給到這個價錢 這裏會見到所有的櫃桶 櫃桶都爛了 你買這些銀主盤 你就要留意這些東西 因為它會說as is where is 所以它很多東西爛了 你不可以叫它掩屋 之後叫它修理 所以這些是自己要考慮 進去掩屋後 就知道自己有甚麼要做 或是有少許問題 令到這個價錢真是好 有一個雪櫃 開不開好 開開,應該不爛吧 OK 這些是新的 其實這間是銀主盤 或者它有很多原因 或者它供不到銀匯 所以查不到 只不過是銀主盤 看到這件事 有個樓梯底的空間位置 裝置一下東西 接著我們去到第一間睡房 睡房這裡有個冷行 冷行進來分隔了客飯區 和第一間房的區 我們先看看這裏 這個就是有個熱水爐 加一個洗衣乾衣機 這個洗衣乾衣機 是一般的尺寸 小的部份尺寸 不算是超大 但你多說一句 賬貨就假 我們進來了 我們就在這裏看到 我們看到這間房間 真的非常大 這間是地下的房間 剛才我們下來了 是5級左右 所以後面 看到後面自己的後園 花槽 那些東西 都會只剩下5、6級 上去 後面看到了 稍後我們上去才看後面的解釋 自己的車位 垃圾房 還有一個車庭 還有一個車庭 這裡有一個門 出回後門 如果你想再進一點的話 這個單位可以當作是一房間 即是一個室室的單位出租 可以出幾個水 在這裏看到有些圓禮 有些花槽 都做得非常之好 看回出去 這個 如果是真的租出去 都 真是小的 但如果自己作為一間房 書房來說 可以的 這裏就會見到 套廁 這個房間的套廁 這裏套廁 會有一個很齊的 有浴缸 有一個拋缸 磚面 三邊的泡沫 有一個花灑頭 算是一個大尺寸的浴缸 不如事不宜 上去看兩間房間 我們一上來 就會見到一個實施的平台 有一個採光窗 然後過來這裡 就會見到兩間房間 在前頭和後面 這裡有一個衣櫃 剛才那裏也有一個大的 一個Pantry櫃 這邊就有一個房間 這個不是叫套房 但其實兩間房間 兩個廁所 即是套房 是吧 這裏看看一間 洗手間 洗手間就是一個 普通的花灑池的洗手間 一個雙重大尺寸 一個雙重大尺寸的花灑浴池 鋪上泡光磚 普通的洗手間 連毛巾架也沒有 只剩下這裏做毛巾架 我們出去看看這間前房 前房 有一個很大的衣櫃 雙重大尺寸 然後進來 就會見到一個大的露台 不是大的房 房的尺寸是差不多 一般的房間的尺寸 應該床頭放在這邊 因為有兩眼的電掣 兩個電掣 應該放在床頭櫃的燈 床頭應該放在這邊 我放一張雙重大尺寸 都還可以 這邊就會見到一個大的露台 露台會鋪上石面 石面會有個美觀一點 看起來更美一點 出來看看景觀是Chamber街 Chamber街是一個內街 所以如果停車前後 自己看看自己的車 我們進去看看後房 後房是這邊 在這條行 會見到剛才我們上來的樓梯 這裏會有個洗手間 稍後再說 我們先說到後面 因為後面就是泊車位的位置 剛才說了 後面全部都是單一個拆車位 因為這裏有六個單位 六個車的車位 後面有二、三、四、五、六 黑色的那些是單車鎖 可以放一些雜物 鎖住都可以 不用擺單車 不過其實這裏 買單車也好 因為擺單車 出去了29階 Station Skytrain Station 都很近 這裏走出去 就是King's Way King's Way的很多巴士 我們見到這裏的房間 位置是非常市井 是一個大的一個方正形 這裏可以放到一個King's size床 床頭放在這裏 然後一路過來這邊 可以做到很好的三邊龍床 我們過來這邊 我們看到這裏有一個很大的 三個size這麼大的 衣櫃在這裏 真是不錯的 80萬 不要擺79萬 80萬的價錢 買到三房千多呎 在市區 都不是住真的的Basement 因為上面這層 都有個街徑 在平道 這個就是民主盆 所以真的這麼便宜 所以跟大家看一些不同的東西 這邊看那個洗手間 過來這邊 就會見到一個 又是剛才差不多的 正常的洗手間 這裏用了浴缸設計 浴缸設計 三邊的鋪磚 拋缸磚 一個普通的洗手間 我們不如說完細節 我們很快地看到5033Champion街 這個Townhouse三房三次 尺數是1087呎 差不多1,01呎 這裏有6個單位 這個complex 6個單位 管理費有345元 包了什麼呢 包了堵垃圾 Building insurance 剪草 圓藝 還有剪草 不是剪草 剪雪 其他水電煤的東西 全部要自己的業主包 銀主盆的買賣 有少少不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跟我聯絡 我便慢慢跟大家解釋 這個位置 就是5033Champion街 在Kingsway對入 應該是兩分鐘步行的行程 裏面這裏整條都是內街 很多都是獨立屋 有些就像這個項目一樣 收了兩間獨立屋 建了六間Townhouse 這裏隔壁也有一個放盤 差不多1000呎 900多呎 三房兩次 開著94萬多 所以大家今天 為何我會選擇這間 不會選擇那間 大家介紹 反而那間 就有那些 Furniture 在這裏 有傢伙在這裏 很英俊 看很多 但是當然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些便宜 這便宜了 799,80萬 一個銀主盤 雖然是有些東西倒閉 大家如果真的不介意 自己進來 自己學習這些小意思的問題 完全可以考慮 一個泊車位的問題 剛才是一個在歐西的泊車位 有一個Bike Locker 垃圾房自己分享 這些是公家的東西 前頭是一個內街 所以泊多少泊車都沒問題 今天就為大家介紹這麽多 我今天就很快和大家介紹 不記得和大家在節目前頭說 賣廣告 現在賣廣告也不遲 如果是新來的觀眾 快點好做 幫我這個頻道 按個手指公 like 點讚 然後開啟訂閱的歌 訂閱之後開啟鐘 第二次有什麼好東西 有什麼筍盤或是特別的東西 第一時間一起看 今天我就和大家說到這麽多 下次再見 拜拜 再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有什麼好東西 我們下次見